剛才說起,與其聽陳茂波的漆頭,不如聽聽一些比較有份量的經濟專家 究竟是誰呢? 這個我曾經也挺佩服的,當然之後他就舔共 沒有辦法,做商會領袖他們覺得是一定要舔共的 不過這次這篇文,我認為是值得去說 為什麼會彈來彈來彈來彈不出這篇文 梁少基是誰呢? 梁兆基就是香港總商會經濟學家 他曾經是匯豐經濟士 我也聽過他講錯 他先撇除他的政治立場方面 他是有了道的 同樣是乖的話 同樣是自稱是懂經濟、懂金融 他比雷鋼明、石鏡泉、曾淵倉等 他好很多 在經濟認知方面 聽聽他說什麼 他當然是親共的 當然是他的建制派 當然是他的愛國、建制派 他說什麼呢 他出席了一個活動 那時候也這麼說 他說 香港經濟面對多項問題 包括人口老化、反全球化、環球通脹 這些就是有學識 他說 香港正進入日本模式 香港進入日本模式 我們都知道 其實有讀經濟的 是香港進入日本模式 中國也進入日本模式 中國和香港一起進入 其實進入日本模式 是一個階段 他可以比日本更加差很多 所以你不要以為他會變成日本模式 不是 他只是經過一個日本模式的階段 然後再倒進去 再倒進去 再倒進去 他當然不能說 但是只有一個人口問題 你怎麼搞呢 中國也面對人口問題 這個不是說什麼搶人才 你今天走了十幾萬人 很簡單 我不伴你冷水 看看你的施政報告出完之後 半年之內 我看你搶到多少人出來 梁小基說 雖然內地能夠為本港補充勞動力 但內地未來也面臨勞動人口萎縮 即是說中國人口又萎縮 香港勞動人口又萎縮 兩個沒有人口紅利的地區 那又怎麼樣 就越來越頹 客觀說 客觀說 亞洲其實 日本、韓國、香港、台灣、中國 全部都是出生率極低 不過 韓國出口也很壞 韓國出口大陸 但是當他接通了 東盟市場和歐美市場的話 他的經濟可能會有得復緩 台灣如是 當然除非台灣最大陸 只會被中國打 但是 人家的錢還是會流入這些地區 但是中國和香港呢 還有最大的問題是 你過了經濟增長 你失速的問題 突然突然掉下來 那有沒有面對過這種情況呢 譬如 韓國的樓市不會先爆 除非你環球金融有海嘯 如果你說個別國家的話 日本的樓市不會放緩 韓國的樓市不會爆 韓國的樓市不會爆 香港樓市會爆 內地樓市會爆 內房債還不到 那怎麼辦呢 這就是人口紅利消失 加上債務危機 這就是兩個問題 只是人口紅利消失 日本也沒有很久 韓國也沒有 台灣也沒有 但是他們沒有債務危機 大家記住 第二 還有第三件事 去全球化浪潮 梁兆基說 香港過往全球化的紅利 將會慢慢退減 你不是聽別人說 別人是建制派 關注香港的國際色彩可能會降低 中美關係持續緊張 令歐美資金在香港退潮 預計金融市場也會轉向東方 東方 東方在哪裡 東方在哪裡 日本 台灣 新加坡 就是這樣 所以有三個問題 第一 整個亞洲區都有 人口紅利消失 一個問題 但是債務危機 就你最糟糕了 全世界最厲害的 債務危機 你只是補膠樓 拿2000億 你不夠做 你幾十萬億 你說內房的債 第二 債務危機 得利獨有 第三 去全球化危機 全部都有問題 韓國賺少了錢 台灣會賺少了錢 經中國出口 再轉向外地 即原料加工等等 都會虧錢 但是 虧得最金的 就是中國 因為去中國化 現在還未開始 告訴你 各位朋友 還未開始 去中國化第一件事 只是美金要從港元抽走 我們稍後再講這個問題 有一個華洋集團 其他人的什麼致首席戰略官 李浩然 聽到華洋集團 大灣區都知道是什麼 他說過去美國低通脹 是拜登 不是拜登 是因為過去美國很低的通脹 是因為廉價的俄羅斯能源和中國貨所持 第一件事 廉價俄羅斯 1171 特朗普上場第二年 美國是最大石油 可以出口國 正出口 因為俄羅斯 當然你可以說間接 因為俄羅斯能源便宜 整體能源價格也便宜 成本便宜 這樣很間接 為何不是低通脹 因為美國的自金自足 第二 中國市場 這是表面上便宜 所謂中國貨 為何要去中國化 就是發覺表面上便宜 實質上風險極高 對不對 你現在去投資非洲什麼貴都便宜 你不投資 為何 風險高 有什麼問題 你找一些廠商生產你的東西很便宜 如果你沒有知識產權 他貼了你的東西後自己生產 然後再打塗你的市場 這就是風險 你用十年進入都便宜成本的東西 一鋪和你清袋 現在就是一鋪和你清袋 你想想一個疫情 你說開放嗎 他是稍微開放 大方向 大的整個框架未變 各位朋友 現在只不過有些未有中招的 其他地區 一向都不應風的 就是解風的意思 隨時紅黃藍馬 都可以 所以這些就是 你用中國貨的風險 好 其他一些特別長說 其他不特別長說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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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